砸了一盆子南瓜甜甜圈 大家抢的都快吃完了 现在我来告诉你怎么样做这个南瓜甜甜圈 买个南瓜一颗 前程两半在开水上蒸15分钟 蒸软了以后 不要皮最好 把里面拿下来 拿勺子刮下来 拿干粥砸成泥 放下两小勺白糖 再加上些 一点点的小勺子里放 有四分之一多的小苏打 搅芽 再加上全麦面 一盅子 一盅子到一盅子半 或者是可以稍微多一点 相应一点就稍微多一点 相应软一点就少一点 不要加水 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不要太大 捏成圆饼 圆的先捏圆 然后再压成饼状 用一根筷子 从中间 在一个窟窿 然后再用手捏一捏 这样子捏好 放在案板上 也可以在手上 稍微抹一点油 就不那么燃了 然后油烧到八九成热的时候 就开始炸 炸翻过来 炸自金黄 然后捞出来 放在盘盘里就可以吃了 都说好吃 孩子们也说好吃 大人也说好吃 大家抢着吃 一盘一大盘 就快吃光了 挺好的 就这么做吧 砸了一大碟子 南瓜甜甜圈 都抢的快吃完了 现在我告诉 告诉你怎么样 做这个南瓜甜甜圈 南瓜 本来就挺好的 是比较有营养的 里面有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一些糖分 挺好的 砸着南瓜甜甜圈 我选的就是这种 吃起来比较腻 比较甜的这种南瓜 放在开水锅上面 蒸上15分钟 把里面的黄的东西 拿勺子去弄下来 放到盆子里 拿杆杖 砸成泥 放两小勺子 放两小勺白糖 放小小的勺子里 放有五分之一的 那么多的小苏打 把这些搅拥 搅拥以后 加上 加上 标中粉 全麦粉 全麦粉 加上一中子 倒一中子半 或者可以更多一点 如果你想软一点 如果你想软一点 就少加一点 如果你想硬一点 就多加一点 这种瓜 叫南瓜吧 我们叫翻瓜 然后 把这个 揪成剂子 不要太大 小一点 先 就 先把它 每一个 揉圆 然后用手压成饼状 用筷子在中间 在一个孔 然后用手 刺头再进去 再捏一捏 捏成一个圆圆 放到案板上 全部准备好以后 油锅烧到 就成热吧 把这个甜甜圈呢 一个一个一个的 放到油锅里面 不要一次都放进去 就是说放一些 然后用筷子 翻一翻 看到砸的 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来 捞出来 把油空掉 把这些 做好的这些全砸完 反正 孩子和大人 都抢着吃 都说好吃 跟披萨 一块吃 都 说啊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都抢着吃这个呢 这个做嘛 就很简单 大家都可以做一做 谢谢了